大家午安、大家好 美鳳今天帶大家去台北的食牌 吃養生莊嚴裡面的 因為它這些料理 其實都是很棒的全善料理 最主要它就是 針對我們身體的五行 然後在農民粒 它這個二十四節慶 差不多十幾天就換一個湯品 而且它的料理 就是有一些順序方面的吃法 你會覺得他們真的很用心 主廚、營養師、中醫師 他們都這樣互相搭配 怎麼來研究 怎麼來作湯 而且吃了你 不會覺得負擔很大 然後整個環境又很舒服 現在和美鳳來去養生一下囉 是老祖宗常說 藥補不如食補 食補不如湯補 而且補得好 不如補得巧辣 什麼樣的季節 搭配著什麼樣的料理 才能夠讓人體機能活絡 這些都是恆大的學問哦 我說各位媽媽 快拿出你的小本本 把等一下這位來賓 介紹的內容都記下來 一定會有恆大的收穫哦 你好,經常說 其實吃對我們來講 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要懂得吃哦 今天又跟大家分享 怎麼樣養生的吃法 我們請到的是養生莊所的 李國綺、李總經理 你好 董事長,你好 好,要跟我們講的就是說 當然一年四季 人家春夏秋冬 其實這些東西 最好的食材就是 沒錯 對我們是最好的 但是怎麼樣讓食材結合 最好是均衡嘛 不要只吃一口而已 有時候要說... 全戰來說 像我們小孩要介紹一下 它的特色是什麼 你可以跟我們分享 因為我們日山村這家餐廳 是要以養生為主軸的 對 所以我們盡量就結合 老祖宗傳下來這些 養生的概念 我們設計這家餐點 就是有結合 陰陽五行的概念 融合在裡面 像這個 我們叫五味仙 就是五種鮮的味道 酸、苦、甘、心、鹹 酸、苦 這五種味道 它對應的就是我們的五臟 五臟就是 乾、心、脾、肺、腎 這五臟 所以它重點就是在引導說 你吃了這五種味道 喚醒了我的五臟 然後準備來接收 等一下我要吃的大地 恩赐給我們的食物 那就是像開胃菜 對 那這開胃菜是有研究的 是 我覺得李總經理 非常有概念 因為他本身保養非常好 謝謝 好,那我們要跟著你的腳步 來,怎麼... 好,來,吃一下 上面這個是麵包嗎 對,這個是麵包 這是這個... 有一個酸的味道 對 它對應到乾 坦脹 是哦 所以一點酸是很不錯的 好 酸就甘到好 甘甘甜甜 甘甜的算甘甜 好 這個吃得有開胃 它就是主要在麵包 讓它改的時候 有一種開胃的味道 而且它也不要給太多 對,一點點 這都是我們個人一個人的 對 全善一個個人的 個人的全善的這個作為 那它就是苦 這是苦嗎 花椰菜 對 我看它怎麼做 做成苦 是耶 一點點 對 它對應到我們的心臟 但是香氣很棒 各位觀眾朋友 這套全善料理 從前菜開始 就讓人是驚喜連連啦 先不論口味如何 光看這個擺盤 就是一種享受啦 精緻又不過度的烹調 保留了食材的原味和特性 這才是養生料理 最重要的觀念之一哦 這個應該... 味道簡單 好好吃哦 它對應到我們的腎臟 脆脆的 好好吃 光這幾樣都很讚 再接下來呢 就是每一個都是... 每一個時期 或是多久就換個不一樣的吧 對 它是季節的食宿 但是應該這個體系是說 它要對應先喝這個養命酒 這是我們自己釀養命酒 那養命酒分兩種 一個是男生喝的 一個是女生喝的 那男生就補羊 那女生就知音 所以這個就對應出 我們的營養跟五行 出來的 那意思就是說... 您可以嘗嘗看 好啊 好 就是吃完這些 然後喝一個這個 對 這個味道淡淡的 好像有一點紹興酒的味道 我覺得啦 這樣聞起來是... 這個酒本身是我們自己釀的 那個自然農耕出來的米酒 可是不會引心辣耶 不會 因為我們量的那個時間一定要夠 我們必須要...時間要夠 稍微鬆開 稍微... 有這些味道 有這些重要的材,沒錯 那現在這一道菜就是... 這個叫季節食宿 季節食宿 那重點是在我... 重點在我們的壽司 是用蘑菇跟香菇去熬合 去煉製的 我看起來以為它是芝麻耶 不是 所以它口味是很淡的 你要淋上去 它是沾的都OK 好,那我就沾著吃好了 對 好,再一點點 這是勾勵菜 你看 小小的勾勵菜一樣 好原味哦 你會覺得菜的甜味耶 對,我們都盡量保持 菜的原味不要過度烹飪 這是我們養生的概念 特色的概念 對 感覺在這邊吃就覺得 真的 我們很善待我們的身體 是 而且養生的東西 它不會難吃 有些養生沒有味道 它這個其實 你自己可以去斟酌 你要的味道 光這幾樣前面就... 五味茶就很有味道了 好 你看五... 五行或是什麼 那裡就要好多的蔬菜 用一用自己吃 像在冰箱又冰一堆 所以來這裡吃是... 對 把你用得很好 就是 你其實很方便 很方便 方便就是因為它沒有太多的 一些調味的東西 不油膩 對,就是我們堅持這一點 好 這也是大家比較擔心的 這個食安的問題 在這裡呢 它就是給你很放心的 就是吃一些 很原味食材的東西 然後它的調味呢 大部分都是自己處理的 對,都是 因為我們強調是天然 無毒、安全的 這個理念去噴冷食物 好 那這幾樣吃一吃 其實纖維也夠了 營養 維他命都夠 多吃蔬菜 這裡都有準備 接下來就要來品嘗這裡的湯品 聽說就是有一些季節性的變化 對 太好了 好 現代人真的因為工作忙碌 而常常忘了要好好的吃東西 所以就有人說 這年輕的時候花時間賺錢 但是身體壞了 年紀大了之後呢 反而變成要花錢來買時間 這樣真的很不划算耶 所以各位觀眾朋友 千萬記得要好好善待自己的身體哦 在我們現在好像是邁入秋天的 那這個季節呢 介紹的是... 有魚啊 然後還有這個湯 是什麼樣的湯 因為我們今天養生的主軸就在於說 我們是順勢 順勢 食氧 就順勢 就是所謂的節氣 那我們傳下來的這二十四個節氣 這個時候我們就以十五天為一個節氣 然後我們設計出不同的湯品 像這個季節叫 那白露呢 因為大部分就是說 白露以後開始一天比一天冷 陽風來了 那很容易人就會傷風感冒 那所以我們這個季節用的藥材 就主要就是在潤肺 潤肺 所以因為潤肺、養肺 它就容易止咳 那我們廚師都要懂那個中藥材 人體的這個... 因為這個都是我們公司的營養師 跟這個中醫師 我們特業中醫師 一起研究出來 用這個節氣的概念 把它導引出調理的湯散 有道理耶 這個... 這個時候有時候... 尤其是要... 秋天有時候又很熱耶 對 有時候晚上還冷下來 這個真的是很容易... 氣泡很多苦苦掃什麼什麼的 好,我們就是要這個湯 潤肺 潤肺 然後這個五穀飯 它裡面的主軸就在於 我們在蘭澳有所謂的 氣作的自然蜜 就是說它那個土地 是完全不用肥料跟農藥的 對 而讓它自己利用土地 它地的那個力量 去吸收日月精華 然後自己著重成長 那它那一塊地 本身就是要很乾淨的了 對 所以在蘭澳那個地方 我們號稱是台灣 最後一塊淨土 這也要去找很久 我們就有在那邊 有請一家當地的農夫 幫我們砌作 這樣哦 你也要對土地 就開始要去研究了 研究後開始 對,土地的農夫 超養生的 所以還有這種 我們所謂的自然米 自然米 就是跟以前最原始的米 是最像的 就是沒有經過破壞的 好 我們現在來吃吃看這個 人真的要五穀雜糧 還是要 不一定要多但要 好好吃哦 我剛剛吃這個白米飯 我就覺得很幸福 很幸福,我愛吃這個 我每天早上 我好喜歡吃白米飯 人家說 你一道菜 我說 你吃的白米飯 有鹹食、有澱粉 對 你又覺得有問題 對 太好了 我們每天五大營養素 都應該要補充、充足 要堅衡 對,所以澱粉也是很重要的一塊 重要 很重要 就減肥也不能完全沒有澱粉 對 這個五穀飯 這個怎麼這麼好吃 你裡面是有的東西呢 它就是五種 裡面有紅豆 還有我們一般的 我們都講的自然米 等等這些 還有麥 它有稍微鹹鹹嗎 對,它有一點小... 一點點的口味而已 好好吃哦 讓它比較好入口 對,好吃 好好吃 我都不用配東西 好 我說美鳳姐 這一碗五穀飯就可以收買你了 這樣看來 這碗飯真的很不簡單耶 不過這間養生莊園 不簡單的還不只如此哦 聽說這裡的魚類料理 也是很特別的魚種哦 這是什麼魚 這是給的筍殼魚 它在一九七一年從柬埔寨 就是以前的糕棉 那邊的引進來我們台灣 放流在烏山頭水庫 曾文水庫 因為它這個產量很少 所以它很稀少 所以它的價格很高 所以它號稱 這個水質要很好 對,要很好 它的肉質比石斑還鮮呢 它的細膩度比黃魚還要細膩 是嗎 對,很難看 很難看 而且都沒有腥味 我們彈食魚最詬病的 就是它的腥味 腥味 對,它都沒有 而且說實在 這魚光目測這樣一看 你就覺得說 這個真的有用心下去做 而且說實在 這魚光目測這樣一看 你就覺得說 這個真的有用心下去做 看起來就是細膩 它這樣... 它很細膩 對 它在作這個東西就覺得很細膩 沒錯 然後我們現在... 其實還沒吃都覺得它 就已經很加分了 它有淡淡的香味 淡淡的香味耶 超優的 它是怎麼用... 稍微炸一下 或是煎一下 我可能稍微煎過一些 我跟你講 那個香味超加分的 很好吃哦 感覺就是很要吃 它是最高級的淡水衣 就是這樣來的 而且最高級的人來做的耶 給最高級的人吃 自己就覺得高級起來了 工作那麼辛苦 怎麼要高級一下吧 我們可以套賞一下吃 對啊 這個有用心 這一道菜好吃 它的細膩度非常好 這不是很雞肉的哦 有些就弄了什麼 它沒有... 它就很簡單的原味 只是它讓原味提出來 那個本來的香氣 這個做得真好 嫩耶 第一個香氣 然後就酥酥 還會有一點酥酥的 對啊 原來有一點煎過的那個... 然後這裡面再是滑溜的 嫩的細緻 這個真的比... 不輸黃魚的那個細緻 是 我從小就很愛吃黃魚 因為我們爸爸很會找黃魚 很會找魚 好吃 越簡單的烹飪方式 越看得出來食材的好壞 就像這道料理一樣 靠的就是實力 而不是過多的粉末包裝哦 有人是說 飯前喝湯 還是飯後喝湯 這個概念事實上 因為來講喝湯就是說 讓我們食物好入 好下眼 譬如說我們吃乾的 雞鬼 雞鬼 你... 你當的人 你還年輕 你跟我說雞鬼 還好 還好 我也沒有孩子起來了 你問這麼年輕人 不知道什麼是雞鬼 我喝喝 不知道是雞鬼 知道了 今天... 不知道 藥湯不知道 藥住了 藥住了 好厲害 好,我們現在來喝 你幫我們建議說 你去潛藏一、兩口 好 裡面是用什麼... 我們看看 雞湯嘛 好 這個湯很讚 因為有時候雞湯的... 因為我也很愛喝湯 有的就是因為藥味很強 有的就酒味很強 不一樣了 這完全用雞跟藥材去熬合而已 都不加其他的添加物 因為它是有一點... 它其實有喝到這邊 一雞到一舌頭要下去 它是順的 然後一吹 其實它的香氣是出來了 其實雞本身也新鮮 是 也新鮮 雞湯一定要經過檢驗 很可能 就是要符合無毒的標準 譬如說沒有抗生素 沒有生長激素 這些都是要符合我們才採用的 李總比這樣一講 我跟你講 真的 很多人會說 快點 快點去喝這個 然後養生一下 因為你這個量剛剛好 吃起來那個是很舒服 有時候吃太多膩了 或是說吃太飽 撐了也不好 我覺得這剛剛好 營養都有了 是啊 我也希望客人在這邊就是放鬆 慢慢吃 慢慢享受 慢慢吃 環境又安靜 慢慢吃 慢慢享受 但是位置不是很多 要定位 定位有個好處 我們是預約的 預約 因為我們食材才會新鮮 對 像滋可宇 或者當天獻材送來的 好棒 當然這裡吃完正餐之後 我們待會兒要來一點酵素 對,酵素 可以幫助消化 各位觀眾朋友 要記住哦 這裡的湯品是依據 二十四節氣下去調製的 所以每十五天 都會變換一種品項哦 來這裡品嘗料理的時候 就好像請了一位私人的 綜藝兼營養師一樣了 他們會按時來提醒你 可以進補的內容 真的感覺還挺不錯的哦 好,接下來呢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的飯會有一些甜點 那這個就是... 聽說酵素這個菌 已經很多年了 它已經培養十幾代了 所以說十幾代的菌 所以它能夠耐高溫 人家都是不可以超過四十度之類的 四十度的話 酵素就已經活性就減低了 甚至又消失掉了 那我們這個酵素更是推崇說 你一定要用高溫蔥泡它 更能夠提高它的後性 酸的耶 對,但是它有加伊麥芽寡糖 在裡面的 這個寡糖是作為我們腸胃道 非常好 它是抑菌的食物 然後可以抑制、快劍的產生 所以讓我們腸胃道是健康的 我們吃下去的東西 下泡就好 那裡面是有什麼 它有十幾種中藥熬合物 還有我們說的菇薄 菇薄 對,滑溫 好 那為什麼會特別的酸呢 因為它菌的關係 對 酵母一定有這個酸的味道 對 因為它對我們人的新陳代謝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東西 酸酸還有一點鹹耶 對 很特別 不過我這個時候來個甜點 你們還有綠豆... 是,綠豆糕 還有這個蘭瓜的甜湯嗎 對,甜湯 對 好幸福哦 好 那我在想就是說 其實現在的環境 不像以前的時候那麼單純了 未來的一些或是說 現在有很多... 就是空氣也不是那麼... 以前那麼好 水質也不像以前那麼好 對 所以我們這個身體其實有的時候 是真的要來調整一下 所以想要調整怎麼樣吃呢 就不用傷腦筋 我們來這裡全套的養生 是 幫我們這樣調整一下 就不用太多跟我們說 對,辛苦的事交給我 主委,辛苦的事交給你們 我們要努力工作 然後來這邊放鬆 我們身體如果基礎好 其實人人情很好 又吃東西有營養分 我覺得真的人就不鮮老 沒錯 吃是非常重要 但是吃我們就是 自己也要去懂得怎麼樣 這個東西好或是不好 外面當然很多東西 是不同的吃法 當然三不五時 我們來吃一個這樣子 全散的這樣子 養生餐是很不錯的一個選擇 給大家作一個參考 當然非常謝謝李總經理 是 這麼貼心的介紹 謝謝你啦 謝謝 各位朋友,記得哦 每個星期到五時 到十二點到一點 以及收看我們美鳳有約哦 跟大家說再見 拜拜